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已经知道他不是一般人能唱的歌 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轻易理解的歌 但因为他实在太好听 我还是选择拿他作为主打 当然现在回想我还是会选择野花更合适 年轻人嘛就是这么固执和愿意冒风险 其实我并不觉得这句言明喜是特别固执和愿意冒风险的年轻人 对他有年轻人应该有的个性和活力 想法和冲动 但他没有你想象中复杂 这位女孩很容易让人喜欢 这一天当整个签画队都在热烈的讨论歌曲拍摄的状况下 我却留意到他一个人静静的在画东西 完全不理一旁正在发生的热闹和喧嚣 我隔着桌子坐到他对面问他在画什么 所以他推过来让我看是一些漂亮的图形 有很多细节还在发展的过程中 他也没说什么 只说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在画什么 但我看到的却是一幅 虽然还没有完成 却有很多内容的绘画 这让我开始明白他为什么可以一张口 却唱着 没有你还是爱你和飞飞 并且情感好像比原唱来的更波涛汹涌 当初见到他 我自然是要在真人口里拿到答案 他的答案却是我不知道 直到这一天在看他画画的时候 我完全相信了他 他的确是不知道的 在声声不息这个舞台上 指导JJ 严敏喜唱歌手作品的时候 我发现这位小姑娘不会讲大话 真实的不得了 比如她的不知道就真的是不知道 从事经纪工作几十年 我可说见过无数有才华的歌手 有天赋的人也真的合作过不少 但像他这样 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够达到情感高位的歌手 我还是第一次见 有点惊畏天人 难道真的有天后投胎这么神奇的事情吗 但我也在这一生中见过无数有天赋的艺术家 身上有着他们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灵感和艺术能力 我觉得JJ严敏喜虽然年纪还小 但是更像是他们一样 现实生活里的JJ严敏喜还是一位很努力去读书去学习的年轻的女孩子 而且青春无限 可以说是百分百很自然和正常的teenager 但当她碰上一些在她这个年龄段不可以理解的很深的音乐和情感的时候 她又莫名其妙的给到你很深入很动人的情绪 怎么去理解才对 聚聚严敏喜性格直爽 聪明努力 奇怪的是甚至有些内敛 但把她反转来寻找时 怎么都找不到感情复杂这回事 现在一个仅简单单18岁的她就已经可以有这样浓厚的情感输出 若她有天真的了解 那感情是怎么一回事 她的感情投放可不就是恐怖的低高吗 这样去唱会让人期待又会去想 我们要求她唱《心淡》 是否抹杀了她慢慢长大的那些美好青春岁月 去强逼她去早熟呢 但是在《谈情说爱》里 站在两位极强的女歌手旁 她只淡定的用自己独特的唱歌风格就hold住这个精彩的舞台演出 这份天赋不去好好培养 不也是可惜的事情吗 我看着绘画的这个安安静静的姑娘 就这样坐在夜线门讲千话 这些巨星旁边却又活着自己的世界里 我想也许我想太多了